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月6日 伯洛尼亚南党国米来席 圣诞新年假期回来后 周四晚上 一甲下半程赛事开启 其中伯洛尼亚将坐镇主场迎战国际米兰 国米面对伯洛尼亚已经好取三连胜 经济手循环交锋更加取得6比1的大胜 国米此行奏结而回问题不大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在歇冬期之前 伯洛尼亚终于止住连败 球队以3比0击败杀索罗 不过经过休息调整回来后 他们就要迎来竞敌国米的挑战 要知道 手循环面对国米 伯洛尼亚曾被踢到皮开肉烂 其实米赫洛尼对赛季的规划也是相当明确 不要浪费精力在强队身上 将抢分重心转移到更有机会抢分的队伍身上 在赛季上半程面对目前排名前5的队伍时 伯洛尼亚只取得一和四负 但球队在半程过后依然能够排名一甲第十位 这也验证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如今伯洛尼亚对中伤病情况还是颇为严重的 中场泄迪 舒侯顿和金势利 米高因伤眷勤 镇中二号射手没杀 巴鲁虚为国出征无缘披甲 中场尼古拉斯 杜明古斯等人又应触发健康与安全协议无法出战 封县就只能依靠阿拿奥杜玉丹齐闯关了 国米不愧为未免冠军 一波七连胜让球队重新登上领头羊的宝座 夺取一甲半成冠军的称号 对于下一个月需要出战欧关联队利物浦的国米来说 球队需要在此之前在联赛中全力抢分 而国米目前的领先优势并不算太明显 领先第二位的AC米蓝四分 本轮之后在联赛中相继要面对拉苏和阿特兰大 要知道 首循环国米曾在这两队身上失分 故此金账对于国米来说也是不容有失 不过细心一看 国米经济所失分的比赛中 就只有森多利亚未能达到净旅或以上的标准 可见国米在面对实力较弱的队伍时 还是颇具威胁力 况且拿达路 马天尼斯在国米联赛七连胜期间射入了六球 目前攻入十一个联赛入球的 他也有机会争夺一甲神射手的宝座 脚风颇顺的他定必想为国米打响新年头炮 阵容方面 中场哈根 查汉路股停赛受罚 前锋爱电 迪斯高等人 因触发健康与安全协议无法出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